上回说到,康熙察觉到太子兵变是他人伪造的,于是他联合张婷玉准备钓鱼执法引出幕后黑手,但明面的调查也必须进行,并适当地还要急于处罚,才能让幕后执人麻痹大意露出马脚。 张婷玉率先询问明面上嫌疑最大的老十三,毕竟林浦曾经是老十三的下属,尽管从为人和性情上来看,老十三绝不会是伪造手遇的人。 康熙还是将老十三关押起来,和张婷玉把这出双簧唱完,但老十三的狭胆衣杆让所有的兄弟都忍起敬,连平时跟他最不对付的老十都出来替他说话。 请转送皇上,我一额速来和老十三过不去,再说他调兵谋反,咒我不信。 太子被废,众皇子心中都蠢蠢欲动地基于太子名位。 康熙叫来九子夺嫡的剩下几位,进行苦口婆心的谈话。 他当着众皇子把大哥私下里要他杀太子的事情说了出来。